我告别鸟满洲 奔向北海道 能够做那秋夜的飞到 将你拥抱 能够到天空和海浪 相互依靠 我会 不送你岁日落小时眼角 我告别鸟满洲 坠落北海道 照顾你这日 照望你的方位奔跑 可惜两个时空的 时尚最好吃饼干和鸡 就这些在我们宿舍 活不过一小时 第一个俄罗斯果酱夹心 八块一包 俄罗斯一折都是美食挺多的 而且用料也 这个饼单看着很硬 其实饼单和果酱都是软软的 酸酸甜甜真的巨好吃 果肉果香 十五块钱买了五包 这个我朋友吃过的 没有人说不好吃 特别酥脆 里面的果酱是软的 麦芽糖口感还能拉丝 一口一个根本停不下来 紫色的是蓝莓味 我觉得最好吃 最后一个康源祝福利夹心 上次买了他们家提子味 吃完了才拆这个 依旧很实在 塞的满满当当 巧克力味也好好吃 特别浓郁 不要吃不甜 怎么吃都不甜 谈点那些一口风神的国产饮食 个个都是刷具神器 第一个香辣鱼皮 有多少人和我一样 吃鱼 但不吃鱼皮的 按头按力这个 甜辣口 完全不行 上面还撒了芝麻 真的贼香贼上头 闭眼冲 你会打开新世界大门 第二个五老三土豆片 我愿意称之为国产土豆片 天花板 麻辣味吃起来太过瘾了 很像小时候吃过那种 老式土豆片的味道 油油的贼好吃 根本停不下来 第三个西薯干 吃第一口时 我就发现 土狗竟是我自己 配料表只有鲜红薯 和超市买的完全不一样 肉质很厚实 超有嚼劲 不含糖 所以完全就是 红薯本身的甜味 真的贼好吃 三款土豆极致 但爆炸好吃的零食 便宜好吃 是金子总会发光 第一个麻辣土豆片 在吃辣椒风和绵绵的 我就很佩服贵州人 上面有一些辣椒面 一口咬下去 比薯片还要脆 接着就有一股辣子的香 充满整个口腔 麻麻辣的很上头 叫个花生牛皮糖 大家小时候家里 是不是老出现这个 这家伙非常能辣死 没有刚安姨那么甜 但更有嚼劲 满口的芝麻和花生的香味 我真的贼喜欢吃 最后有桂花条头糕 这个就是如意爱吃的糕点 像吃老式冰棍的感觉 外层是糯唧唧的 夹着淡淡的桂花香 里面的豆沙馅绵绵绵绵的 吃起来很有嚼头 也不甜 所以不会腻 吃过绝对抵御不了的三款零食 最后这个奶酪肠 属实惊艳到了 第一个牛肉松花肠 一个半斤 花了七块钱 牛肉里面夹了松花蛋 看着像黑暗料理 其实巨香巨好吃 两个搭在一起就很奇妙 牛肉肠很实在 有微微的烟熏味 用来配泡面肯定绝了 还有这个圆圆的脆皮肠 里面居然是芝士奶酪 很香很浓的那种 吃这个一定要加热 芝士融化了一咬就爆浆 最后一个黄金玉米花 海底捞同款 十块钱买了一斤 怎么做到这么便宜 还这么好吃的 之前上学的时候 喜欢买来追剧吃 咸香酥脆 吃很难提下来 三款香 安利给全世界的奶制品吃 我要吃一辈子 第一个鲜奶小酥 吃内蒙特产 看起来平平无奇 有点像萌片 吃着一股浓浓的奶味 又香又脆 比萌片好吃太多了 同时来自大草原的味道 从来没让我踩过来 俊乐堡的简腿小白瓶 一款宝藏酸奶 来自俊乐堡优质牧场 一个26年的大品牌 据说他们家牛 每天都要80块盐火水费 反正三万块的床 每周还得做三次足疗 我想问你 俊乐堡你们家还缺牛 这牛吃住比我都好 也难怪做出来的酸奶这么好喝 不浓也不细 超级顺滑 还有丰富的膳食线味 平时下午饿的时候 拌一碗水果酸奶 超满足 主要是零质糖 还特别好喝 真裹活植 最后一个奶酪知识球 这一包是盐水 否则千万别喝 但奶酪很香 味道有点像固体牛奶 很清淡 可以撕着直接吃 奶香奶香的太绝了 盘点那些巨奇葩 但巨好吃的宝藏零食 最后一个属实惊艳到我了 第一个活珠子 南京人真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